接下来贵连法师要透过《陈佛之道》带我们一起来认识应顺导师 《陈佛之道》一书是近代佛学思想家应顺导师所著作的一本学佛指南 为何导师有此想法要编著此书可以从他的成长背景开始了解 在高雄《陈佛之道》假日班就由贵连法师讲述了导师的生平和出家过程 浙江海宁就是在杭州往上海的方向 你要是去从杭州去上海你就会经过海宁 那在1906年出生2005年往生刚好100岁 那导师他倒是没有从民间的信仰下手 他是从哲学下手老子装子 那同时因为他教书的学校是教会班的 所以他同时也读了圣经 导师他很理性啊 所以新旧又不能打动他 那么他真正的到受佛教影响 就是他在读庄子的时候 他20岁 20岁的时候在读庄子 庄文郭柱 然者庄文郭柱 其佛法之先驱也 大圣经典最早是波尔经翻译 而不是华言而是波尔 那波尔有几个版本 当时读书人有开始来研习 发现他跟这个庄子老庄 他们有可以互相发挥之处 所以许多读书人他有受到 佛法波尔经典影响 而他们的思想又影响了 研读他们的文章的人去研究佛学 映顺导师的《成佛之道》此书 不同于经典翻译 反而比较像一本佛教思想史 其中也把古籍当中某些盲点 加以指出 给有心学佛者另一种思考的面向 法界新闻无用曲高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